3、2、1 綠能系統正式啟用 太陽能除電設備在馬家鄉舊阜灣部落正式啟用 用綠能點亮部落石板屋 屏東縣政府為了維持當地族人的基礎民生用電 跟緊急用電需求 同時避免過多現代設施干擾部落 採用移動式太陽能發電設備 每年每戶約可發1157度電 太陽光電的設備 那麼一年可以產生將近1200度的電力 這個電力除了能夠他們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上的使用之外 那麼在產生孤島效應的時候 在災死也能夠作為一個緊急用電之用 98年莫拉克風災 旧阀灣部落不僅入毀 全境電力訊號也中斷 淪為黑暗部落 但族人心細舊部落 道路修復後返回原鄉重建或修復石板屋 並以無電部落為號召 發展生態旅遊及部落文化體驗 太陽能發電設備 不僅讓部落居民用電更有彈性 也將環境衝擊降到最低 裡面可以充電還可以偶爾可以煮飯 但是不用到我們還要再 如果是用到卡拉OK或其他的 我覺得這樣不行 真正的找到我們部落 未來的發展就是要這樣子去做 之前我們都用發電機 發電機其實對我們來講很不方便 有時候沒有油 然後來這邊就是要安靜 發電機又很吵 那太陽能你就放著 放著它就有電啊 平縣府表示 許多部落近年積極保存傳統文化資產 當族人試圖在用電需求跟傳統生活 找尋平衡時 縣府將綠能設施導入部落 因地質疑為居民供電 希望為部落能源提供新的轉型思維 原始新聞歌手評論碼加採訪不到